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个充满恶意的世界 世界奇妙物以之,诅咒杀人 故事开始,两个女人不知为何在争执 其中一个忽然口涂白沫,还用指甲挂花了对方的脸颊 另一个间接逃出门外,趁着暴风雨离开了 镜头一转,家庭嘱咐梅子将儿子交给小学老师美菜 梅子被法庭选为陪审员,即将赶去审理一个离奇的案子 林总监,她的笑蜃病放了 一旁的美菜老师伸手帮她拍打后背,还顺便拿下来一根头发 法庭上被告已经认罪,她受人所托将八个人一一诅咒致死 陪审席上的黄毛却不相信,欢迎未落 梅子发现被告直勾勾地望向自己,那眼神是人极了 休听之后,陪审员们觉得都已经9002年了 哪里会存在诅咒这种东西,只是迷信罢了 然而一旁的黄毛正巧开始流鼻血 一个女生反问,不愧是被诅咒了吧 众人都不敢乱说话,收拾东西就要离开 深夜,梅子还在家中查阅案件的资料 八个指人偶在被告家中发现,身上都被扎树针 都写着指定人的名字和带有相应的谋犯 尽管大家都认为是人是被诅咒所害 但梅子还是难以置信 这时,窗外风雨飘摇 她走进观察一下动静,却无端飞了一个花盆 打碎了窗户上的玻璃,吓得梅子直喘着大气 第二天一早开始,那个被划花了脸的女子出来作证 当时她委托了诅咒,并去确认被下了诅咒的人有没有死掉 就发现对方像平时那样从玄关中走出来 说着说着,女子突然情绪很激动 最后咬食自尽了 培训团上一方认为是被告下的诅咒 一方觉得只是太兴奋而引起了恐慌 法庭一片哗然 独自回到家的梅子突然有些精神恍惚 接着一哮喘,轰了过去 镜头一转,她已经在医院里接受完了治疗 第二天,被告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说 诅咒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你们却无法定我的罪 检察官认为这份发言是在威胁法庭 到话刚说到一半,她就开始蹊跷流血 一时上前查看情况,却被对方用钢笔划破了喉咙 法庭顿时陷入骚乱之中 此时,梅子望向被告却发现 她做出了一个锁喉的动作 休庭后,培训团建设了组织的厉害 不顾梅子的反对将被告无罪释放 对外原因是法官不承认诅咒的存在 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从法庭出来,梅子接到电话 听到儿子出事了 她急忙赶回家中 看到儿子躺在床上呼吸困难 看过林医生却没有任何问题 梅子马上想到是被告诅咒的 她来到对方家中 想要翻出自己和儿子的指人罗 这时,被告现身 说梅子确实被诅咒了 却不是他下的 当初紧盯着不放 就是看出了梅子身上的诅咒 诅咒像空气一样弥漫在身边 大家在不知不觉中 总会对别人吓咒 梅子回到了家 向儿子表达自己不在身边 照顾她的歉意 儿子无意中说了一句 爸爸和美蔡老师应该是好朋友吧 刚刚还看到他们在房间里接吻 这下梅子知道 诅咒自己的人是谁了 难怪那天早上 还从自己背后拿走一根头发 梅子瞬间黑话 在床上翻出美蔡老师的头发 一针一针的 乍上写着老师名字的指人啊 这时正准备回家的美蔡 忽然倒在了副驾驶座上 人们在慷慨激秧 控诉丑恶现象的时候 总会发现 这种恶也存在在自己身上 但也请相信美好的存在 不然生活该有多凄凉啊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 就是对喵妹的 感谢观看 你不可能会有多准备的